好 同學我們要安裝我們的RS 主要在控制台的底下對不對 我讓同學知道有一個程式跟功能 對吧 控制台的程式跟功能 然後在控制台的程式跟功能 你們就先按這個 開啟關閉Windows的功能 這時候他就會稍微等一下 因為他看你有哪些功能對不對 那同學有沒有看到這個 有一個叫RS有沒有 叫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要注意喔 你們家裡如果是家用版的 是不能安裝RS的 懂嗎 那同學這個有打 有勾起來呢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已經有安裝了 導致包括什麼 APP的伺服器啦 對不對 Web管理工具啦 這些 還有跟RS 現在這一版的RS叫8.0 同學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打127.0.01 它上面出現是RS8.0 那他就問你說 你要不要跟RS有一些 管理的相容性啊 好 這裡都選到了 你的TrilW服務有沒有被打開啊 對不對 安全性啊 這些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做啦 這裡 有沒有安裝 所以其實其他不安裝都無所謂啦 對不對 有沒有安裝這個HTTP的同性導向啊 安全性等等 主要是在這裡 那你們畫面也跟老師一樣吧 對不對 這RS已經有安裝了對不對 包括Web管理工具都有了 那你們把這個畫面就貼起來 好吧 貼起來 把它Copy下來貼起來 如果你只是單純要安裝 這個視窗 你ALT按著再按Print Screen 那就是變成只有這個視窗會被Copy下來 懂嗎 懂嗎 懂什麼意思 譬如說我要Copy去按這個視窗對不對 我按LT 好 按Print Screen 好 我按LT的Print Screen的話 欸 就是這個畫面被安裝 被這個 好 我就按Ctrl V 這裡就被 只有這個 好 對不對 所以呢 你主要是看這裡的話 嗯 系統管理工具 在哪裡 好 這裡 只要是點這個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對不對 對吧 好 啊你在前面就可以打幾個字啊 好 好我們要看看這個 好 這個 RS4火被安裝喔 好 你就可以說顯示現在已經被安裝了對不對 那 再來第二個畫面你要抓就抓這裡 好 我的電腦底下的西草的 西草的 西草的 Inet PUV的 除了W 好 好 看這個在不在 如果在的話 它就有一個網頁叫 IS START 好 這叫ISSTART 是不是 好 那我是覺得你們可以再抓第二個畫面 好 按Print Screen 對不對 好 按Print Screen 好 你剛剛這裡可以打幾個字對不對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檢查 齁 你可以打幾個字 對不對 好 好 好 Check這個網站伺服器 好 的 Triple W 的 這個 root 自否存在 好 你們可以不用像我打英文了 打中文就可以了 對不對 我懶得打中文字啊 所以我就 直接 隨便打幾個字 好 好 那同學大概就是說 你要去看你的在不在呢 就在這裡 你按 LT的Print Screen 對不對 好 好 它在以後呢 我們要這個 就要測試這個 我們要測試RS 是否可以運作 對不對 好 RS 我們要測試我們RS 好 那怎麼測試呢 它有兩個 對不對 我們怎麼測試我們RS 現在是7.0不是8.0 我剛剛講錯了 齁 你就可以打 127.0.0.1 齁 齁 齁 對吧 齁 那你就把 按LT的 Print Screen 齁 把它抓下來 齁 齁 另外一個就是 呃 我們要給同學看的是 我們要給同學看的是 你可以打 Local Host 齁 齁 我們小考大概就主要考這些 對不對 齁 你打Local Host 可以 不一定要打 127.0.0.1 齁 齁 那一樣是按 LT的Print Screen 齁 齁 那這兩個畫面不太一樣齁 齁 他是打Local Host 這個是打 127.0.0.1 齁 齁 底下就是 讓同學知道說 呃 同學你們是不是剛剛做到這裡來了 對不對 啊你又沒有跟他講你要哪一個網頁 他怎麼知道去抓那個網頁 齁 齁 那主要是在這裡 同學看一下你們的 RS的這個網站齁 預設的網站 它Default 對不對 齁 預設的這個網站底下 不是有一個預設文件嗎 齁 有沒有 他意思是說 他會先加這個首頁 對不對 抓不到他會抓這個 再抓不到會抓這個 抓不到會抓這個 齁 再抓不到會抓這個 齁 請問一下我們的首頁 現在是不是內定叫 istar.htm 對不對 對不對 齁 對不對 我們內 我們內 呃內定的是這個 所以被 前面那幾個都沒有對不對 他就會抓到這裡來齁 齁 所以我們現在要如何 教同學做網頁的話 就很簡單對不對 齁 齁 我只要 齁 齁 比如說我要做靜態 他一般是用 index.htm 齁 htm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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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來做 也可以用這個 Dreamweb來做 那如果你是用Dreamweb 用ASP.NET來做的話 就用所謂的Vidual Studio對不對 來弄 所以大家會有一些盲點 那剛開始我教你們簡單一點 我用Dreamweb來做會比較簡單對不對 請問一下同學 在高職有學過Dreamweb的舉個手 看一下好不好 有 加龍有學過 那其他呢 都沒有 那你們是用什麼front page是不是 你們 你們高職 連網頁都沒有教你們嗎 用Vidual Studio教 Dreamweb 對不對 下一個 front page front page太爛了 不要用front page 現在幾乎沒有人在用front page了 那如果老師會教front page 代表這個老師沒有進步 對不對 學校教啊 考取證照 沒有人要front page了 那你那個證照可以丟到垃圾桶去了 好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把這個畫面就貼起來 好不好 你們跟老師一樣把它貼起來 你們後面再寫幾個字 好 好 再寫幾個字 就是這個 好 你一樣是Auto Print Screen 對不對 好 切起來 好 那你就貼到這個畫面 對不對 好 那貼到這個畫面的話 就是 好 你大概可以多按幾個Enter 這邊再加幾個字 對不對 好 這叫預設文件 好 好不好 這叫預設文件 那我希望同學這個作業 你們就寫漂亮一點 做一點說明 好不好 好 那以後這個就變成 老師是打算說我教課 都不用輸 好 那 我把我所知道都告訴你們 你們把它做成很漂亮的文件 以後這個文件慢慢累積過來 就會加會以後的學弟妹 懂嗎 就用這種方式 好 你們到這個畫面看了沒有 預設的文件 就是在IS底下 不是一個預設文件 你快按兩次就會出來這裡 我再回到上一層去好不好 你寫到這個網站 不是一個預設文件嗎 對不對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就是說 你現在只打IP 就是代表這台電腦對不對 你要上這台電腦的網站嘛 對不對 這個網站 那哪一個是首頁 你要自己定義啊 你的首頁叫名稱啊 好 瞭解意思吧 瞭解意思吧 首頁 什麼叫首頁 首頁是 我上一 你看給我 給我 你給我的第一頁啦 好 對不對 對不對 代表說我自摸 我到底摸到什麼啦 什麼意思啊 到底是摸到哪一個啦 自摸到底摸哪一個檔案啊 講清楚啦 摸到哪一個啦 好嗎 有沒有不同意思啊 這個預設的文件是什麼意思 那 我們剛剛那個資料夾裡面 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有沒有這個檔案 沒有 有沒有這個檔案 沒有 有沒有這個檔案 有沒有這個檔案 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這個 有 所以他就會抓那個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設 我們就可以這個 設計屬於自己的首頁 對不對 好 這個首頁叫 index.html 你們可以這樣 好 做到這個部局 手給我看一下 好不好 好 請各位同理跟老師進來這個 這個 Dreamweb 好 這叫 Marco 名點的Dreamweb 好 這個Dreamweb 8 好 就進來了 對不對 好 我們要不要管理網站 好 好 那各位同學 你們就Dreamweb進來 你們就按 LT的print screen 好 好 你打Dreamweb8進來 好 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對不對 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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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是 沒關係 意思一樣 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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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怎麼樣 差不多 8跟2004差不多 畫面不太一樣 沒關係 你們有看到這個畫面嗎 不一樣 好 各位都可以看到這個網站的管理網站的底下 呃 我們可以選新增網站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可以給自己的網站一個名稱啦 齁 OK 你們學姬莫想要做什麼網站啊 第一次啊 你的第一次在哪裡啊 你的網站要設在哪裡啊 好 好 好啦 那 那叫 第一次啦齁 好 那隨便你取名字好不好 不要起的太 那丁老師已經這麼有經驗 還寫我的第一次 那不是很好笑嗎 對啊 我說我的網站的經驗這麼豐富 還寫我的第一次 那也有點可笑 對不對 好 那沒關係 你們就 你們一樣就打127.0就好了 是不是啊 好 你只要打這個就可以 按下一步 好 哪一個沒有 什麼 那我們不要用伺服器的技術 暫時不要用 齁 那 直接在 本機的網路上 直接來使用 對不對 齁 那直接來使用 就直接在這邊設計你的網頁 齁 奇怪我這個 我覺得它有點奇怪 你直接打 最後到底 R O O T好了 齁 有時候我選的半天 其實又沒有選到齁 齁 對不對 齁 然後呢 我們按完成就可以了齁 所以你們在編輯這個網站的時候 好像就會有這個吧 有沒有 齁 那我們按完成就可以了 完成就會在這裡齁 沒有我錄起來了齁 我已經把它錄起來了 我們在JuneWeb做這個首頁 我只要取名 index.html 它的優先順序 是不是比這個還高 所以你今天如果有一個首頁名稱叫 index.html 有沒有 它就優先抓這個文件來顯示啦齁 了解意思嗎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一個首頁齁 齁 那做首頁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在網頁上要對齊是很辛苦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齁 是很辛苦的齁 我把它講完然後我們就 提早下課也沒關係啦齁 中間不要休息 可以嗎 那你們在這個網頁上面 我們現在要把它對齊對不對 你們現在到老師這個畫面了沒有 等一下你們到這個畫面沒有 好 你是到這裡來了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要教同學做首頁有幾個方式 就是說 同學看一下老師的網站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你看一下老師的網站裡面蠻多 都是這個 好 好 以這個為例好不好 好 好 同學來看一下這裡 好 好 好 後製我用 這次老師在採學外面幫人家做的這個網站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同學這個是一個標題有沒有 好 這個是一個標題 好 那這個標題你就可以用JuneWeber來做 用Photoshop來做 那你大概就是說你這個圖到底要做多大的圖呢 好 你就可以想像 然後我的網站如果只是1024768 我這個標題大概做寬是1024對不對 高可能大概6070就可以了 好嗎 好 你們想不想做這個標題 我們先教你們做標題 好不好 做類似這個標題 好 那你們標題就會想到說 我的標題要怎麼寫對不對 好 好老師就規定同學你的標題就寫 你就寫你的名字 好 好 這個架設的網站 好 好 比如說 這個 謝嘉隆就寫 夏嘉隆架設網站 這樣也可以了 好不好 我們把它一致 最少我看到網站就知道誰架設了嘛 好 那個畫面就會出來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怎麼做呢 各位同學你們大概就是這個圖 你可以先這樣來看 好 這樣來看 就是 你們跟老師一樣就進到Photoshop可不可以 好 不是 Photop Impact 好 你們進入Photoshop進來 好 你們進入Photoshop進來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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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Photop Impact我們就可以打 開檔案的 開心檔 對不對 你可以開心 我們可以看新的影像就好了 好不好 好 新的影像 對不對 好 你大概就是只要抓這個畫面就可以了 對不對 好 開新的影像 Phot Impact 好 就開新的影像 好 好 那各位同學就知道為什麼 老師沒辦法用一本書 因為我要教你的東西 要用的 知識很廣 對不對 好 老師是不是有講過一個很有趣的 我要教你靜態你要買一本HTML的書 我要教HP.NET 我要教你買一本書 好 我要教你資料庫要教你 你要買S的資料庫的書 好 那教Photoshop 我要就 Photop Impact 你要買一本Photop Impact的書 不需要 我們大概主要是做這個 好 你就選檔案的 這個開心檔案的 開心的影像 對不對 那開心的影像 當然 你就可以讓 你可以選自訂 自訂的話 你就可以打1024 代表說我這個是要1024 那比如說我就可以打60左右 你大概打1026 然後你剛剛是說我背景要透明 好不好 透明 透明的好處是 我貼上去以後 貼在這個網頁上 不會像一塊那380一樣 好嗎 它會跟你背景整個融合在一起 好嗎 背景融合 這樣 這樣 這樣有沒有問題 你一定要跟做老師一樣 要不然 你貼那塊380很難看 對不對 好網頁 有人被設計 搞不好就會有這個問題 好 對不對 好 了解意思嗎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你如果像老師要這樣做的話 好 你就按確定就進來了 好 按確定就進來了 好 那確定進來以後 各位同學你按這個T有沒有 這叫文具工具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文具工具 那文具工具的話 你進來以後呢 各位同學這個 有這種白黑的代表透明的背景 好 你要跟我一樣的畫面 才有辦法 好 這個透明的背景 好 那我們就 你可以從這裡開始打 對不對 點一下看你要從哪裡開始打 好 你就可以答應 比如說我要選 這裡 好 那這個字現在有點小 對不對 因為你的高度是60 好 你現在 它有點小 我覺得最少 可能要58吧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58 或是你可以之後再改 然後你跟它講這個標凱體 標凱體 那同學你也可以選不同的字體 學校有字體 你們可以從我們學校網站 下載比較漂亮的字體 好 在哪裡 我跟同學講一下 這個只有在學校內部 才能取得喔 外面是無瓦取得囉 懂嗎 齁 所以呢 這裡有一個叫全校授權軟體 有沒有 下載有沒有看到 有齁 然後這裡是不是有個M 對不對 就下來齁 那同學這裡齁 就好多好多喔 什麼華康字體啊 有沒有 好 food Raj 可以在這裡下載齁 你可以用 然後這裡不是有華康字體 你可以在這裡下載齁齁 好 就比較漂亮的字體 可以讓同學來用齁 是不是 那在没有漂亮字体之前呢 大概我们最多只能用标凯底 对不对 好 那你就可以打 你不要跟着我打 我打 你打自己的名字 对不对 自己打自己名字 你不要跟着我打定国章 你叫定国章吗 你最好变成定国章的太太好了 对不对 当然你不能讲定国章 定国章的第一个网 你不能跟着我打 我再讲一次 因为你不叫定国章 你自己看看你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定国章的第一个 网站 对不对 才怪 那这里呢 你大概就可以把它稍微拉一下 对不对 好 拉一下 拉一下中间一下比较漂亮 对不对 如果要改字呢 就按右键选编子与文字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希望这个它要有阴影的效果 对不对 我们按右键就选阴影 刚刚有阴影 是不是 那阴影的这个位移 当然你可以选大一点 是不是 透明度看你要选多少 0是完全不透明 99几乎是透明 那阴影的大小 当然你也可以选大一点 要不要楼边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字体也可以选 字体的颜色也可以选 字体的颜色在怎么选 我记得好像字体 你字体的话你可能要选到这里来 好对 等一下 我先选 先选到 然后再按D 好 那你颜色这里就可以让你选 对不对 你可以选择这个自然材质啊 建成通啊 或是填充啊 好 这些都可以 或是你可以选择这个色彩 或是window的色彩工具都可以 有利的色彩工具都可以 是不是 好 那你可以选到某一个色彩 就是比较深一点 然后到时候 你再可以选更深一点来可以 好 比如说你要选红色的 或什么颜色的都可以 那 同学你们要选 什么样的色彩 你要先有一个策略 我这个网页 感觉 蓝蓝的天空 那你可以选蓝色的字 深蓝色的字 背景是淡淡的天空 对不对 对吧 你就看 主要看你的布景 到底要用哪一个布景 都可以 都可以 这样了解意思吧 那你可以选到一个 如果你要比较深的 比较红比较深的 可以选到这里来 对不对 有点是 这里按确定 这个这样就可以 如果你不要这个颜色 你大概就可以选说 我就是要选它 有点比较蓝的 偏蓝的 有点深的 类似这样 这样可能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选档案的令存心 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 对不对 那你还可以选 这个要不要有什么图库 要不要有阴影的图库 这些都随便你来选 对不对 你要不要有3D的效果 这里都可以选 我觉得 选项也很多 对不对 不管 我们就选 档案的 另存心档 另存心档 我们就把它存在 我们的这个网站的资料夹 对不对 RNA的PUB的COW 我们通常还会建一个资料夹 叫做Image 就是专门画图片的 没关系 你可以先存在这里面 等一下再建一个资料夹 放进来 那老师的习惯 透明的图 背景透明的图 只有两个 一个叫PNG 一个叫GF 两个 我们背景图要透明 只有两个 一个是PNG的档案 一个叫GF的档案 对不对 对吧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们就选PNG的档案就可以了 对不对 他档名要选什么呢 打名 各位同学要选什么呢 你打名就 比如说你是背景的 你叫Back Background就可以了 你就取个叫Background 或是你打Back就可以了 好吧 Back 有没有问题 你打Back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按什么 确定 不能处存物件 如果你要继续 不管 我们就选Yes就好 不管 要继续 所以呢 各位同学 你们这样做完以后 再回到你的这个网站伺务器来看 他已经有一个图片叫Background 有没有 是不是 对不对 好 叫Background 对不对 好 那我们通常会建一个资料夹 叫Image的资料夹 专门来放图片的 对不对 Image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Background放在Image里面 好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好 所以这样就完成了 好 完成我们要的东西 对不对 好 好 那这个 这个网页的话 我们有时候要让它对齐啦 不太好对 所以各位同学 我已经先把背景的图片做好了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要做首页的话 我就可以怎么做呢 各位同学 我就可以怎么做 开始一般来讲 我们要做一个 插入一个这个 表格 用表格来对齐 对齐 你们觉得哪一个首页是你们比较喜欢的 你们就可以用那个方式 像老师是比较习惯 最底下不是都会讲这个 这是什么谁的首页 什么首页对不对 好 还有是要回首页去 中间有一些内容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 现在要做一些圆起 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 做一些按钮 让它绣出来或什么 所以呢 我们可以插入一个 同学我们可以插入一个表格 你们跟老师一起做 插入一个表格 对不对 好这个表格 好这个表格 宽度是1024 蓝 两个列 两个 两蓝两列 哦 两蓝两列 需要两蓝两列吗 也可以啦 好 两蓝两列 好吧 好 两蓝两列 好 好吧 我们这一个资料 资料 这一个表格 我们开始要做首页了 刚刚是在做什么 首页的背景那个标题 对不对 的图片对不对 标题的图片你们就随便做吧 反正你要记得几个原则 对不对 就是大小1.24 在程序表格 背景是透明的 对不对 然后那个字的话随便你打 字的话老师是选 58点的字 因为我是选1024再乘60 那我选它58点的字大小 那我是选标凯题的 那我把这个产生的这个标题呢 变成一个图片 对不对 变成一个图片 那我现在做首页了 首页我就清它 让它产生两栏两栏 有没有问题 我请它产生两栏两栏 好 各位同学就选插入的表格 对不对 那我们就选两栏两栏 我们就按确定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调整这个表格栏位的大小 是不是啊 好 栏位大小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选上面这个 两个栏 对不对 好按右键 选表格的合并储存格 对吧 表格的合并储存格就可以了 好 好 对不对 那当你合并完储存格以后 它这边只有一栏而已 对不对 好 啊 你们看这个程式嘛 就很简单 如果有合并 它就会多加这一道指令 叫colorspan等于2 就是说代表说 这个栏位会并两个栏 把左边那个栏 那个栏 合并成一栏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们不是html 在设计网页嘛 对不对 好 那你多了一个colorspan等于2 golspan 对不对 等于2的意思就代表 我这个栏是跨两栏的 好 好吗 懂什么意思 就是跨两栏的意思 那我们也可以回到设计的阶段 你不要打程式嘛 你就回到设计的阶段 看起来画面就像什么样子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各位同学呢 你们就可以选这个 这个image里面的往下 对不对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一个back的bng 是你刚刚产生的对不对 你有几个办法 第一个你就插入 这个影像也可以 好 你不插入影像还有一个办法 同学注意看啊 丁老师要骗魔术咯 我拉过来咯 好 好 好 那因为他现在的超连结 给你加一个file 对不对 就是说他不知道你相对应的位置 好 他只是先跟你讲 好 你就按确定 好 你要不要替代文字 好 如果你不要的话 好 那你要不要详细说明 好 如果都不要的话 好 如果要的话你就在那边打 对不对 好 你就打这几个字 好 编几文字 对不对 好 好 好 就说万一这个图片不见的时候呢 诶 他这个最少这个文字还会秀出来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同学有没有看到 好 有看到吗 是不是 那我们就给他一个存档 我们先把这个网页存档 我们就按全部储存好了 对不对 他自动会把我们储存在这个位置 好 各位同学你们就可以 选择他这叫index 好 那这个所有档案好了 你就可以直接选择index.html 这样 好 好吧 有没有问题 好 叫index.html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你就把它储存起来 好 你就把它储存起来